主料,高筋面粉300克,水150克,酱母6克,黄油30克,辅量,小番茄一个,青辣椒一个,火腿长一根,培根6片,洋葱一个,玉米140克,奶酪180克,糖,盐半茶勺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-2小时,主料力酱母,温水混合,面粉力加盐半匀, 把过客好的酱母水倒入面粉里,揉成团,加入黄油继续揉匀,把面粉揉成光滑的面团,发酵至两倍大,放在面板上,改成长方形的面饼,在上面粘一些小孔,刷上一层蛋液,烤箱熨热160度,烤12分钟,洋葱,辣椒,小番茄切成圆片,用炒锅小火煸一下水分,不要炒糊,火腿长切丁, 培根卷成圆,玉米粒已经除去水分,刷上一层披萨酱,把切好的奶酪丝铺在底层,然后依次撒上火腿丁,培根取圆,玉米粒,洋葱,青椒,小番茄,烤箱上下火160度,把披萨放在烤箱中层,烤20分钟后取出,最后撒上奶酪丝,烤至8分钟左右, 美味的披萨出锅了,咬上一口,特别的好吃,烹饪技巧,披萨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